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在想 你这位BBC你为什么要这样骂任志强 就是你为什么要说他是Donald Trump 不过 就这样吧 我个人在想 中国呀 就是现在的21世纪的中国 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纠结什么工厂主义 就因为那个党叫共产党吗 我们不都知道嘛 所谓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他有了自己的机会啊 你给他30年的时间 你让他弄死了几千万个人 你让他灭了你中国文化的一大部分 你差不多让他王 让你们王国了 对吧 然后他实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种典型的那种独裁 其实连中国特色的独裁都不是 他就是一种独裁 没别的呢 人家看了 哦 就这样了 然后现在呢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作为中国大陆人呢 世界上好像没有几个人觉得 好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你当然可以说 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哲学部 你是什么 你不是资本主义 你不是社会主义 你是一种关系主义 就是你是政府里面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官 你当然跟那些国企有关系 你可以赚他们的钱 然后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是一个本性 你也可以活得不错 但是如果说你的自己的这个企业发展到某一种地步的话呢 那你必须跟那些官员搞好关系 对吧 在中国连这种社会福利都没有 对吧 就是什么 你要看病 需要啥 关系 你要让你的孩子上有好一点的学校 需要啥 关系 你作为农村人要进城 需要啥 关系 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现在啊 我们要看到那种稍微社会主义一点的国家 我们看哪啊 看北欧 那些国家有权 那些国家有公民 那些国家有法治 有民主 有原论自由 而且他们的福利很高 你没有工作的话呢 就养活你了 你要看病的话呢 你不用太多的钱 跟不要什么关系 你的这个教育搞得很好啊 各种事啊 北欧还是可以的 如果中国将来某一天能发展到那种水平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棒 但是暂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一种关系主义 KILLING SP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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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із全川